好,再上个视频 现在呢,我们前两圈已经勾好了 现在开始勾第三圈 我们绕线 勾三个起立针 勾三个起立针 因为我们还是要勾长针 所以我们绕线 还是在同一针的位置 在这个起立针啊 同一针的位置 勾出来一个正常的长针 勾出来一个正常的长针 然后我们 在第一个长针上面 挂上一个记号扣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穿针进去 然后我们勾长针 勾长针的时候 大家记得先要绕线 然后再勾 我们在这个洞里面 现在是勾了一个长针 然后在第二针这个洞里面 再勾出来一个长针 一共是两针 一共是两针 看一下 我们第一针里面 勾了一个长针 第二针里面 勾了一个长针的加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第三针里面 勾出来一个长针 好 绕线 在第四针里面 勾出来一个长针的加针 就是两针 就是两针 我们第三圈的规律呢 就是隔一针 加一针 现在我们再开始第五针了 第五针就是一个长针 然后绕线 第六针 一个长针的加针 这一圈的规律 就一直是这样的 然后大家一边勾 一边看 不要勾错了 我们自己动手 把这一圈给勾完 我就不再多等了 我直接就勾到后面去 开始讲后面的 大家跟不上的 记得把视频暂停一下 我已经勾到最后了 最后这一针呢 就是一个加针 是一个加针就对了啊 大家如果没勾对 扣面不是 最后一针 不是一组加针的话 就勾错了 然后呢 我们取下这个蓝色的记号扣 我们把针穿进去 穿在这个辫子针上 然后绕线 勾出再勾出来 勾好一个引拔针 然后这一圈 第三圈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帽子啊 这个现在是帽顶 然后把它给它 拉一下伸平了啊 伸平了 然后呢 我们开始来勾第四组 第四圈啊 我们还是立三个辫子针 立三个辫子针 然后绕线 还是在同一针的位置 穿针进去 勾线出来 我们勾好一个长针 大家 嗯 记不住的话 记得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记号扣 嗯 我这里就不再做记号扣了 新手的话 记得做一下记号扣 然后呢 我们这一圈 是隔二针 加一针 我们隔二针 加一针的时候 大家把它给分开 加针 可以把它分开 加针 现在我们勾了 是一个长针 然后我们在第二个 针目里面 给它勾出来 一个加针 长针的加针 看一下 现在是一个长针的加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一针 长针 绕线 在下一针里面 勾出来 一针 长针 现在中间这里是空了 两个单独的长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一组长针的加针 就是两个长针 然后我们绕线 在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一个长针 再绕线 下一个针目里面 勾出来 一个长针 现在又间隔了 两个长针了 我们再绕线 在下一针里面 勾出来 一组长针的加针 好 这一圈呢 我们现在就是 勾 隔二加一 大家把这一圈 给它勾完 勾到最后的时候 我再来给大家讲 我再来帮我 再来给大家看 我再来给大家看 第四圈 我再来给大家看 我们下一个针目里面